欢迎回到新现场 为了培育国内足球风气 台湾的好德公益文化协会 特别举办了台湾国小世界杯的国际邀请赛 来自日本 泰国 印尼等国际郡礼 将会来到台湾来交流切磋 好 能够顺利出征 旗开得胜 亲自替111年国小世界杯 风亡风厚的台中协和国小 即花林东立国小球队战将 披上战袍 日前副总统赖清德出席 台湾国小世界杯足球邀请赛记者会 对台湾足球发展又深深期许 能够喚起社会大众 重新对足球运动的支持 足球也是全世界 运动人口里面数一数二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办法在 足球的领域有一个好的成绩 我相信凝聚国人的感情 凝聚国家的力量 然后在国际上赢得国际社会的注意 赢得冠军奖杯把他留在台湾 这座通往荣耀终点的冠军金杯 闪耀着众人齐心努力的光芒 这就是台湾的国小世界杯 而这场国小足球世界杯邀请赛将有日本 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六国 8月16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同场竞技 而主办方台湾好德公益文化协会表示 希望借由赛事培育国内从小养成足球运动的风气 未来更征战国际赛事 我希望台湾的足球可以从小朋友开始扎根 那国外没有办嘛 那我们就自己办 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台湾的世界杯 然后希望各国的小朋友可以到台湾来 从小型的女女球赛开始 明年能扩大韩国也来 如果新加坡我们一起往人生 甚至欧洲都过来 如果这样成功的话 那对台湾的足球是好 来清德表示 近几年台湾体育各项都表现优异 这回台湾国小世界杯国际邀请赛 8月16号就在台北市立大学 天母校区体育馆开梯 无论是线上看直播 或者是到现场看球 都是助长台湾足球运动风气的最好支持 那这位是增加梁海瑶 台北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文